好,各位旗友大家好 那最晚旗是12月15号进行的一盘往旗 由黑方挡一飞,对战白方,柯杰 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开局,双方选择对角 走了四个小木 黑旗挂角,白旗挂右边 黑旗飞压 然后小尖补齐,这个都是常规的布局了 白旗大飞手脚,黑旗单关跳 然后白旗分头 之后黑旗往上方逼住 白旗拆一,黑旗尖顶完之后再往前跳 那左下角的话呢,黑旗还是有一定缺陷的 我们先来看实战 白旗补右上方,黑旗底下拆边,继续抢大场 白旗拆右边,黑旗直接把脚上安定 虎一个之后再虎 这也是最为简单的一个活旗方法 白旗贴住,黑旗开始攻击左边 这个地方白旗就不会直接去单纯的逃跑了 下方这个点次就是黑旗缺陷的所在 上面黑旗沾不断 白旗点过来的话呢,黑旗也只有沾上联络 这样白旗可以网路搬扩大眼位,同时搜刮黑旗 接下来黑旗搬完之后打持 可以说是必然的变化 白旗先手提掉,黑旗再打 这样的话呢,白旗已经把这个脚搜刮了一圈 然后再贴住 那这样的话白旗差不多就活了 之后黑旗底下拆二,继续捞空 白旗上面跳一个 这里跳可以起到扩张模样的作用 并且对于黑旗左边这块旗 也会让黑旗变得更薄 黑旗小间搜根 白旗跳出 之后黑旗靠出长一个 白旗不断 黑旗拐头 这里还是必须要走一走的 不走的话被白旗压过来 那上面白旗连成一片 这个模样就全部撑起来 黑旗拐住 白旗底下肩冲 压缩黑旗的空 这颗子放在这的话呢 也不用担心被黑旗从中间这里分断 因为白旗左边大龙的这个旗是比较容易活的 压力比较小 所以说黑旗分开白旗的话 白旗也可以反过来分开黑旗 这里作战的话 白旗完全可以 因为只需要处理下方这一块就行了 直接往底下压 然后外面出头 黑旗也就围不了多少空了 实战的黑旗爬回 这个是比较实在的一个下法 白旗上方跳一个 继续瞄着脚上的冲断 以及左边这里要打入的问题 黑旗先点刺 然后跳出 并没有往左边补 白旗底下飞 黑旗跟着飞 飞到照的话 中间还有冲断 所以说白旗小飞补齐 黑旗贴住 违控 这样的话黑旗底下的这个空 大部分还是算围住了 然后就看白旗往哪边定型了 其实白旗在左上角这里 又是贴住 又是往前跳 又是往左边跳 花了很多手旗 我们来看看白旗到底后续还有没有手段 如果说在左上角继续走的话 这个小间是比较容易想到的 飞下来的话 黑旗有这个跨端 小间的话黑旗可以靠住 白旗长一个黑旗可以先挤 先挤在这里的话 那左边这个冲断 黑旗就算是补好了 并且外面这些子的话 也不怕白旗马上去挖断 因为黑旗可以断打完之后再断 把白旗反杀 等白旗虎一个不断的时候 黑旗可以先刺 再挖斩 这样的话黑旗还是全部联络完整 所以说 这个地方动手的话 白旗最多也就是一些搜刮 黑旗如果说应对正确的话 联络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或者说白旗往左上角二路拖 这个也是一个先手捞空的方法 黑旗搬 白旗联络 脚控全部拿住 黑旗还得在后手部 反正这个地方始终是白旗的先手权力 实战白旗还是决定把中间补好 那黑旗挖斩 这样的话底下这个缝隙 白旗再钻进去的话 就要被黑旗全部吃掉了 白旗还是补断 那顺便想发展右边 黑旗打入进来 白旗小间一方面是封锁 还有就是阻止黑旗这里的二路拖过 黑旗跳一个 做根据例 白旗底下先靠压 形成包围圈 然后再封锁 黑旗往脚上碰 这里呢 黑旗反正只要能争取活出来一块 差不多就可以满意 那就看白旗往哪边搬的问题了 白旗如果说往二路搬的话 那黑旗往脚上穿下来 白旗挺头 黑旗打吃 这样的话呢 等于说就形成转换了 黑旗拿住脚空 而且直接把白旗的脚给打穿 白旗呢 右边再补一手的话 可以吃住黑旗这两颗子 这也是一种定型 实战白旗往上面搬 那底盘不稳 这个地方 黑旗实战是直接反搬的 也可以先尝一个 尝一个 然后在二路搬瞻的话呢 就是还是弃掉右边 然后把底下这颗子 断吃 这个木树也还可以 实战黑旗直接搬的话呢 白旗断打 打吃 那黑旗反打 再往底下 打吃 穿出来 这个地方 黑旗是 多往二路去摊了一下 如果说直接往外面打的话呢 白旗可以爬一个 这样白旗右边已经 先手安定的情况下 就可以脱先了 实战黑旗是先打 先打的话 白旗还是提 脚上这个地方 不怕白旗动手 因为白旗顶住 沾上的话 黑旗可以贴住先收气 但白旗跳家的时候 黑旗往二路跳 这样底下也是可以确保 没有任何的问题 所以说白旗还是提掉 黑旗打吃 仍然形成转换 这个时候局势 还是稍微有些胶着的 白旗底下这个地方 第一杆肯定是想要沾 去补齐 但是呢 会落后手 黑旗贴住之后啊 脚上 刚才我们说到 白旗断的话 黑旗有二路跳的 这个收气好手 所以说也就不用补了 这样下的话呢 黑旗可以抽空 把左上脚 白旗潜在的这个 搜刮的权力 给他补掉 所以说实战白旗并没有补 先往右上方 二路立搜刮 再往左边搜刮 不过接下来 黑旗的这个应对 出现了输 刚才我们说到 黑旗往三路拖 白旗长 黑旗在几个 等白旗不断 黑旗底下挖针 可以确保这个联络 没有任何的问题 但是实战黑旗 这个二路飞走的不好 被白旗靠下来 黑旗很难受 压住的话 白旗直接夹断 这样脚上 这个尾巴要掉 所以说黑旗实战是顶 顶住的话 白旗长一个先手 再挤 那很明显 黑旗已经被断开了 那这样黑旗 从全部连回 变成被白旗分断 那黑旗出现了 很明显的失误 接下来黑旗挖 白旗断打完之后 扳住封锁 黑旗断 白旗左边挡住 先手 做活 那这样的话 接下来就是黑旗单方面 要往中间去活旗了 这个旗黑旗看上去非常的危险 先往前压 然后上面跳 直接往右边这里寻求联络的话呢 主要是这个旗形 过于的担保 对白旗 对白旗往这儿抢到眼型的要点的话 虽然说黑旗可以连回 但是没有眼 这个旗还是得死 所以说黑旗是先往上大跳 白旗上当的图呢 就是跟着围 这样黑旗再飞一飞 这个旗形就比较的饱满了 更加容易活一点 所以说白旗还是夹过来缩小眼位 黑旗直接压出来 白旗飞 照住黑旗 就是因为白旗周围的子非常多 所以说这里只要考虑封锁的问题 不用考虑这个旗形好不好 搬的话呢 黑旗反搬 反而让黑旗更加容易活 所以说白旗是走在照住的这个位置 黑旗冲 白旗单长 黑旗再冲 白旗再长 接下来 黑旗往左上角这里靠住 扩大眼位 白旗顶住 那接下来的话 黑旗其实这个 往这里挡住补一手 是随时可以走到的 关键是黑旗要能走到中间这手碰 这手碰是接下来黑旗 有没有可能可以做活的一个关键 因为碰一个之后呢 白旗肯定要联络 首先啊 黑旗最狠的有这种挤的下法 挤完之后白旗连回 黑旗往右边断 这样的话呢 白旗长 黑旗中间冲过来之后 右边再沾 等于说把白旗断成了好几块 这个里面也会形成一个比较复杂的对杀 并且白旗中间大龙 现在也被卷进来了 这个是黑旗最狠的 那如果说黑旗求稳的话 不下这么复杂的变化也行 直接往上贴住扩大眼位 白旗往中间搬 联络的同时破眼 黑旗几个先手中间有断打 白旗沾上 那黑旗左边长一个先手 首先呢 黑旗右边这个地方啊 顶住先手 再顶也是先手 虽然说比较俗 但是至少确保有一只后手眼 这里有一只后手眼的话呢 黑旗可以先往中间去左眼 这样左边已经有只眼了 中间这里再补还是有眼位 右边还有后手眼 这样黑旗很容易活 活掉的话呢 这个局势很难说 所以说黑旗的这手碰 是黑旗能否活旗的一个关键 实战黑旗没有走到 直接往上挡住 那其实对于白旗来说 就不用在中间纠缠了 直接往这并一个 这里是双方必争的要点 放黑旗去往上面左眼 四周都是白旗的子 黑旗也很难活 实战白旗是刺了一下 黑旗长先手 然后还是没有碰 单瞻 那白旗中间的这个刺 反而变成好旗了 先手缩小眼位 再往这 变一个 白旗这个地方 下的还是要比黑旗 更加敏锐一些 左上的话呢 黑旗只有一条路了 就是往上面去想办法 做出来第二只眼 黑旗飞 白旗搬头 黑旗这个地方呢 如果说直接挡住的话呢 白旗断 我们来看黑旗行不行 上面冲 先手 二路点次 先手 跳出 白旗就封锁 关键是上面这颗旗筋的话 黑旗吃不掉 那这里打吃完之后继续打 沾上白旗夹一个 就把黑旗全部给吃掉 这样黑旗不行 那实战 黑旗是几个 白旗冲断 黑旗打吃 白旗冲一个 先手破眼 再点进去 这样的话 黑旗还是只有一只眼 接下来 接下来黑旗往前冲 白旗跳架 走到这儿 黑旗就认输了 这个旗继续走下去的话 已经没有任何难度了 要是继续打吃 冲的话 白旗就挡住 黑旗往哪里冲 白旗就往哪里封锁 这样的话 黑旗是完全跑不掉的 那T盘旗也是相当的精彩 开局阶段呢 还是比较的平稳 一直在右下这里 白旗也是开始形成 对黑旗的这个攻杀 不过黑旗最终灵活转身 拿到角控之后 右边弃掉的话 这个局势仍然非常漫长 转折点就在于 第一个就是左上角这里 白旗小间想要分断的时候 黑旗应该选择三路拖过 这个是黑旗联络的一个关键 实战黑旗走了二路飞 被白旗靠断之后 中间大龙 瞬间变得非常危险 但是不代表黑旗没有活旗的可能性 就是右边这一手碰 刚才我们说到是非常关键的一点 但是黑旗也没有发掘 最终被白旗走到之后 黑旗只有往上面这里寻求眼位 但是周围都是白旗的子 黑旗做活已经不可能了 好那天板旗就给旗友们带到这里 希望大家看到光影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旗友们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